24小时新闻追踪 我们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首先来看俄乌战况 俄罗斯方面今天同报称 俄军过去的一天摧毁了多个乌方军火库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整个东北部地区 同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军后勤部给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 俄空天军最近24小时使用高精度制导武器 打击大量乌军目标 俄陆航和炮兵部队摧毁乌军 五座储存火箭弹和炮弹的军火库 击落乌克兰空军的一架米8直升机 另外俄防空部队击落六架无人机 拦截七枚火箭弹 顿涅茨克地方官员13号表示 俄军目前在巴赫木特方向进展顺利 已经在巴赫木特郊区建立据点 另外乌军过去24小时 试图渡过北顿涅茨河 进攻当地战略要地和铁路枢纽红利曼 但被俄军和地方武装击退 乌克兰媒体13号报道称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当天表示 从9月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 开始哈尔科夫行动至今 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300个定居点 目前行动仍在进行中 乌克兰24频道12号报道 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已推进至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边境地区 控制了哈尔科夫州整个东北部地区 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12号称 已经控制南部13个定居点 我已经过于ホ一家 从7月到8月了 是H� spoken